在意大利东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由于连场暴雨 街道变成河流 多处发生泥石流 至今造成至少14人死亡 损失估计超过数十亿欧元 36000多人被迫疏散流离失所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从日本G7峰会提前返回 中日到灾区视察慰问灾民 他在拉维纳表示 对人们的韧性和勇气印象深刻 梅洛尼还强调将会寻求一切资源援助灾区 可能呼吁欧盟的自然灾害团结基金支援 并补充到在日本广岛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 梅洛尼将在中一审查支持灾区重建的计划 当局将在周二召开内阁会议 讨论救灾措施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